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不务正业 抽象赛道成心宠 在娱乐圈内 王一博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才多艺的形象深受粉丝喜爱 然而 近期他的一系列举动却让众多粉丝和网友大跌眼镜 这位昔日的偶像明星竟然开始涉足抽象赛道 引发了一场关于艺术与跨界的大讨论 王一博的抽象赛道之旅并非空学来风 在最近的几次公开场合中 他频繁地展示了自己对于抽象艺术的浓厚兴趣 从社交媒体上晒出的画作 到参与各类艺术展览 王一博似乎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自己的艺术追求 这一举动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粉丝表示支持 认为王一博的跨界尝试是对自己艺术才华的进一步挖掘 也是对传统偶像形象的一次大胆突破 他们纷纷留言表示 王一博真是多才多艺 期待他在抽象艺术领域也能大放异彩 然而 也有不少网友对此表示质疑 他们认为 王一博作为偶像明星 应该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而不是盲目跟风 涉足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 有网友直言 抽象艺术可不是随便玩玩就能行的 王一博还是好好演戏 唱歌吧 别瞎折腾了 面对外界的种种声音 王一博本人却显得相当淡然 他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对抽象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 这次跨界尝试也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探索 他坦言 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 但我愿意去尝试 去学习 去挑战自己 王一博的这番话 无疑给那些质疑他的人有力的回击 他的勇气和决心 也赢得了不少艺术圈人士的认可和赞赏 有艺术家表示 王一博的跨界尝试 不仅是对自己艺术追求的一种表达 也是对传统艺术界限的一种挑战 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 当然 王一博的抽象赛道之旅才刚刚开始 他能否在这个领域取得真正的成就 还需要时间和努力来证明 但无论如何 他的这一举动已经足够劲爆 足够吸引眼球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 更加真实的王一博 在这个充满变革和挑战的时代 王一博的跨界尝试 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无论他是继续留在娱乐圈 还是在抽象艺术领域开创新的天地 我们都期待着他能够用自己的才华和勇气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免责声明文章描述过程 图片都来源于网络 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 无低俗等不良引导 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 请及时联系我们 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如有事件存疑部分 联系后即刻删除或做出更改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坚持发布娱乐新闻 有兴趣的关注一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